另外在高雄的岡山文化中心 则是有多座巨型昆蟲装置艺术 这是要为将在12月下旬举办的 台湾动物昆蟲创意展热身 希望能够记黄色小鸭之后 再度替高雄带来观光人潮 高雄市文化局与指风车文教基金会 20号在高雄市岡山文化中心 摆出多座巨型昆蟲装置艺术 为12月下旬举办的 台湾动物昆蟲创意展鸣炮热身 这项动物级昆蟲创意展 从今年12月21号到明年1月12号 要把常见的昆蟲和动物 放大50倍至200倍甚至是千倍 让民众欣赏大自然的奥妙 并打造一座梦想鲸鱼主题館 外形是比一般鲸鱼大三倍的抹香� 让民众走入鲸鱼嘴巴 欣赏海底世界 小鸭到海港去鲸鱼到路上来 全台湾也只有高雄 才两个同时拥有 部分的巨型昆蟲创意装置艺术 包括大型的充气敲行虫 化身护士的蚊子 以及春相绿瓢蜡蝉 都在岗山文化中心亮相 主办单位希望继黄色小鸭之后 再为高雄市带来观光人潮 欢迎大家来高雄 联合报 林宝光 高雄报道